那么不离自信是功 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信 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性 有觉了就不会造业 或者都一再强调 只要我们保持那个觉 绝对不会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来 那么应用无览是得 我们用佛心的功能作用 来应用 无览不要览到五颜六色 成垢都不要去览上 那个就是德功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 我们要找我们功德法身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或性本体 就是功德法身 我们要找的话 就按照这样做 就可以找到 是真功德 这个才叫做生的功德 那个照四度生 那个是人天小国 让我们坐过去天下 我们说成功的自문写 我们去找到 能备数吧 我们来到您的家乡 都没识到 我们已经都得到